巴塑尔来了已经有20多年了 那么从Culture到了这个布鲁塞尔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规模的增长是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说从中国的公司来讲 从参观者观众到了这种展商 那么我们说这个行业还有N多的这种交流 那么这个过去这个二三十年当中 那么这个中国跟欧洲的这个技术进步非常好 我们看起来这个生意非常好 那么对大家都有好处 特别是欧洲的这个零排放的这个政策 那么带动了这个电动化 那么我们说一个新的产业 一个新的世界 包括巴塑沃尔的一个新的这个世界的国际的这个场景